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 刘邦辛苦夺来的天下,不可能会拱手送人,看来,韩信不明白这个道理。 刘邦的故事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作为汉高祖我想,他一定是一个非常出色而优秀的人, 但是大家应该都知道自古的皇帝做江山,要比打江山要难上好几倍。 刘邦执政以来,他身边有很多能干大臣,细细算来,最突出的莫过于韩信了,然而为什么没有谋朝篡位? 一朝天子手底壁,有几个宗。 新的臣子,刘邦自从当上皇帝,就开始想办法制才能人,韩信也是当时给刘邦打天下的功臣, 是韩信帮助刘邦夺得天下,韩信是财傲物,一定会及刘邦的痛脚。 刘邦当上了汉高祖之后,得到了天下,他的眼睛里再也容不下韩信, 用许多莫须有的借口来韩信公结贬为侯杰,最后吕后和湘和一起长乐功让韩信出去, 韩信一生功名,从来没有打过半仗,韩信最终还是没有逃脱刘邦的魔掌。 我们和很多专家学者一样都认为,如果说这是一个冤枉的案子,可能也不为过吧, 而且他到底他没参与谋反这件事情,来我们得经过分析,我们才能得出结论。 小编觉得韩信被杀是有冤枉的,韩信虽然功高盖主,但是却不敢不忠于汉事, 因为他知道,虽然自己是一个千古奇才,他在领兵打仗的时候,敌人都非常的害怕他, 但是刘邦左右,有很多能轻易克制他的人,并且他谋反的成功率极低,也许有人要 发问了,这个人是谁?对于韩信来说,这就是一个天敌,在秦朝之前,赵国和秦国有四位有名的大将, 摆起连坡王剪李牧,他们的战斗力可以说得上是当时最高水平,民间也把他们称作战神, 与他们相比较的话,几乎可以说是水平相同。就这么一个传言赵国王杀了李牧,因为他在阻止匈奴进攻之时, 老百姓都很看好他,他也成为了赵国的一个神奇人物,他支撑起了整个赵国为了赵国鞠躬尽瘁。 赵国用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他,赵国也是很快就走向了灭亡,你们死了, 但是他的谋略却给了后人,战火在秦朝后期,又一次在大地上蔓延, 其余国家便又和从前一样,而李牧的孙子,也是辅佐赵王歇, 为赵国平定了战乱战功显赫足以让我们佩服。 韩熙解释,非常被看重派他去攻打赵国,赵国的士兵躲在高高城墙里, 就像乌龟躲在壳里,自己轻率了三万骑兵韩信的道路给歇断,韩信也为此。 是刘邦的暗探探查出这个消息,他知道李佐车是治国平定天下的栋梁, 因此,李佐车成为了太子太傅,把他当作是对付韩信杀招。 大家都知道井底之蛙的故事吧,李佐车是韩信的克星,尽管韩信非常的天赋异禀, 如果想造反也要考虑一下李佐车的存在的。 让我感到遗憾的是,也许韩信没有造反,但刘邦还是杀了他, 他再也没有办法与李佐车在沙场上一战高下, 他们两大高手之间,谁能胜利我们? 不得而知,谁更高人一筹不为世人所知, 就好像孔明和司马裕一般,司马裔和诸葛亮, 他们都足智多谋,雄才伟虑,始终没有分出高下, 在军事才能上韩信一定输了, 刘邦渐渐不再重视李佐军,李佐军回归田园, 这和刘伯温的事真的很相似, 觉得江山坐稳不容易那些大臣要倒霉了, 就这样回去隐居,还可能残活在这个世界上, 这让我们认为,刘邦先前是英明的, 然而为什么在步入晚年的时, 后就变得,尤其是异姓陈子, 彭月,英部,张敖,韩信等人, 这些人都被刘邦杀了, 然而英部开始起兵, 刘邦虽抱让战身也赢了, 可能这些还不足以显示出, 刘邦在往年时期的暴政, 刘邦怀疑过萧和, 让当年萧和的处境非常难过, 差点也被弄死, 刘邦在此还做了一个令人更加细分的命令, 想把对他忠心耿耿的反汇除掉, 因为自己之前对人很朴实很真诚厚道, 有人护着知道汉高祖驾鹤西去, 才得以保命, 在众多历史人物之中, 有一个人对刘邦也产生了重要作用, 身为河南人的张良, 一直跟随刘邦, 韩信没有他为刘邦出谋划策立下的功劳多, 就算得到了刘邦的信任, 也从没有骄傲放纵, 这就是为什么刘邦很欣赏喜欢他, 可能他没有像其他武将那样开拓疆土, 但是他的作用主要在于治理, 他十分谦逊, 以至于每次提到他的名字, 都使用张良进程, 以此我们就知道, 他是多么的令人敬佩啊, 最后萧和和韩信都含冤而死, 只有张良还被刘邦信服, 与此同时吕厚对张良十分佩服, 刘邦的疑心, 甚至到了杀死自己身边, 从前一起打下江山, 拼过血泪的人, 所以就算是功臣或是亲戚, 最后也可能会被除掉, 张良对于君臣关系, 有着明确的认识, 张良对财宝和无上权利, 都没有丝毫兴趣, 更是一个有谋略的人, 而且刘邦不止一次两次的夸奖他, 在许多方面都比不上他, 由此可见张良, 真的很有能耐, 谁都知道张良从未做过官, 他从来只是个教书将, 与处在雍王朝里的巫私道一般, 最后也为他成功登上王位, 做下了良好的基础, 两者之间居然有惊人的相似, 张良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 他是在帮助韩信的时候, 意外被刘邦发现, 虽然他能够接触到军中很多的事物, 但是他却没什么实权, 这是他和很多人不同的地方, 由于他不爱权利刘邦, 便对他很放心, 刘邦十分信任他, 所, 以我们不难之道, 他在汉高祖称帝之后, 就开始远离庙堂了, 这也是为了他能保住性命, 张良的出色之处, 在于能看懂别人, 在登上王位后, 刘邦进行大举封赏, 其中就包括张良, 但也有一大部分人没有得到奖赏, 作为天子俊臣张良, 向刘邦提出了一些建议, 他说, 人们跟着汉高祖出生入死, 东征西战, 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封赏, 如果这种封赏, 已经失去了公平的本质, 那么把一些妖狂的人都杀掉, 群臣肯定会害怕的, 这样江山就不会稳固, 在群臣的劝谏下, 刘邦只能封赏那个他最反感的人, 一个国家才会和睦, 张良多么有智慧的一个人。